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师父要你们学博就是要改变自己 所拥有的邪见和烦恼于是正见度 正见度什么意思呢 要正确的方法来看这个事物 用正确的方法来把它转化过来 就是正法生成 正法生成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的佛法生成在自己心里 有了正见了 一个人讲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总是有正见 那么这个人不一样了 他不是普通人了 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事情 你说这个人很坏 哎呀 你多原谅他吧 他也不是经常的 可能是偶然的吧 好了 你开始使用了般若智慧了 般若智慧开始了 就打破了自己的鱼痴 就离开了迷惘众生 很多人迷惑呀 你去贪 大家一起贪 你去害人 大家一起害 现在很多小孩子 去欺负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打他一下 大家都偷偷跑上去打他一下 叫迷惘众生啊 很可怜的 大家都骂他 我也去骂他 你不就是个迷惘众生吗 邪念来了 要正度 邪来了 就正的去度 就要正确的去度 迷来的时候呢 要悟度 搞不清楚了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 悟度开悟的度 迷来是悟度 邪来了正度 鱼来了 制度 鱼痴来的时候呢 要智慧的去度他 饿来了 要善度 这是非常好的几种方法 也就是说 对方一个人跟你饿了 你马上善的去把它解决掉 如果这个人鱼痴了 这个人做傻事了 马上用智慧来把它解决掉 一个人迷惑了 就用开悟的思维去把它解决掉 如果一个人邪念来了 就要正念来把它度掉 这样度众生 世民争度 佛法里面经常用这些词叫世民 就是这个才称为 真正的在度人 真正的在解决自己心中的烦恼 烦恼无仅 誓愿断了 想想看 从生出来一直到死 哪一天可以不烦恼 没有的 哪怕今天在Holiday 也有烦恼 因为Holiday几天之后 我又要上班了 又要烦恼了吧 可以暂时的忘却烦恼 但是拥有的烦恼 那是无边 无境的 佛陀告诉我们 烦恼无境 誓愿断了 要将自信的般若智慧打开 也就是说 自己如果不想开 打不开自己的般若智慧 永远是想不通的一个人 有几个人是靠别人给他讲了 他能想开的 到了最后 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叫打开般若智 总结下来 这两个字就叫开智 开智慧啊 开智的人就会除去虚妄 有智慧的人会为一点面子 去跟人家争吗 一个人如果开智慧了 会去跟人家争 多吃一点少吃一点 不开心啊 不会的呀 所以你的意念 你的妄想心 就慢慢的全部都会去除了 干净了呀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爸爸妈妈吵架 如果爸爸看出这个事情是虚妄的 他很快就不跟妈妈吵了 为什么 爸爸跟妈妈今天吵架 那是一点虚妄的事情 什么虚妄呢 首先是虚的 吵架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概念不同 理念不同 并不是实质上的分别性 这样一来 意念当中就解脱了 这是为某一件事情 我老婆人还是很好的 我老公人挺好的 所以两个人不会本质上去 纠缠不清 实际上就是去除虚妄心 那么意念开始转正 妄想心 有的人一吵架就想到 离婚了 每一次都跟他吵 每一次怎么样 虚妄心就来了 如果你用正的念头来 吵架观点不一样 那很正常 这个人虚妄心没了 就不会去天天在脑子里 每一天都几少成多的 都是要离婚离婚 总有一天 一吵大架了 两个人就离婚了 所以和自己不好的理念 要做对度 对着他去度化他 需自见性 必须自己见到本性 别人再怎么劝你 你是劝不醒的 最后的醒悟是你自己 要常能下心 其实就是放下你的心 我们很多学佛人很可怜 经验的蛮好了 一会儿又生气了 经验的蛮好 一会儿又生气了 放不下这个心呀 有什么好生气 已经学佛了 就学会吃亏呀 学佛就是要学会吃亏呀 吃亏就是便宜呀 师父红法红到现在 吃了多少亏呀 我真的吃亏吗 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吃亏吗 一个人要学会吃亏呀 我就跟你们说了 一生当中吃两个东西呀 一个是吃苦呀 生出来就得吃苦 还有一辈子 学会吃亏成功了 很多人就不吃亏 我吃什么亏呀 为什么我吃亏呀 所以要常能下心 就是把自己的心要放下 行与真正离迷离觉 行就是行为啊 语言啊 行走在 真正的离迷离觉 离开迷惑 离开患之患觉 小时候很生气 现在想起来 不就像空的 像做梦一样 是不是幻觉了 大家要离开过去的那种 不开心的幻觉 长生般若呀 经常要生起自己心中的智慧呀 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智慧呀 长生智慧才能除真除忘 除去你的真 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真 除忘 忘念啊 除真除忘是佛法界一个很高的境界呀 不要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 也不要把这个世界看得整个虚妄的 因为说他完全虚妄的 他有真实的存在 说他完全是真的 实际上就活在虚妄当中呀 所以叫除真除忘 去见佛性啊 你就见到佛性了 去见佛性 常念修行啊 脑子里要经常念到的 我是修行人啊 我要好好修行啊 经常这么念 知道这是什么法吗 叫愿力法 因为经常觉得我是修行人 常念修行 就出现了愿力法 这个人有愿力啊 不把自己当成一般人啊 不把自己当成一般熟悉的人啊 你是有愿力之人 你是菩萨呀 未来的菩萨呀 所以呢 有了愿力法 就不会做错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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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